Hello 大家好 我是Brianna 今天帶大家來到雙梅林 開啟我們的美食之旅 因為我平時都是在商場的餐廳吃得多 今天就不同了 我要帶大家吃一些街邊小吃 和當地人推薦的美食 由福田口岸去到雙梅林 其實只是相距六個站左右 大概需要15分鐘 之後大概走一至兩分鐘 就可以去到G出口那裡了 今天就會挑戰吃八間的餐 但是我希望可以挑戰成功 因為根據以往的經驗 我大概都只能吃到三間 今天就要快手腳一點 我第一餐就會去吃一個果條 我點一碗小份的鮮牛肉果條湯 其實它有中份和大份的單位 接下來可以吃到另外那七間餐廳 所以我只可以點小份 本來是打算一開始吃了竹市面 有一間餐廳很出名吃竹 但是因為他們當作是一個宵夜 所以它5點左右才開門 而這個果條的便是24小時的眼目 所以我就可以先來吃早餐 果條已經到達了 因為我自己喜歡偏熟一點的牛肉 所以我都會浸熟它才吃 試一下湯 它是真的湯來的 它不是平時的味噌湯 它很棒 真的用來做早餐一流 這個就是他們的果條 很明顯是偏幼很多 比起平時的 有點像吃米線 但它的形狀是方形的 即是你不用長條形 它不是圓柱體的 接下來就要試一下牛肉 所以牛肉的數量我覺得都挺高 價錢來說真的性價比挺高 它的牛肉挺好的 但它本身仍是軟的 因為我有擔心說會很差 畢竟它那個素量很多 這牛肉應該是整個湯粉一面 最重的味道 很飄大 很味道 我沒想到它小份都這麼大 大份會有多大份 牛肉差給得了 吃的也還有 我吃完覺得都不錯 如果要給分來講 5分裡面我會給它有4分 因為它的性價比真的很高 用料超足 我們現在就慢慢散步走過去下一間店 下一間店就會吃這個 新一朝散場 沒錯 我的思維就是打算是一個早餐 要吃腸粉 再加一些湯粉 或者粥 即是一個完整的早餐 其實我是第一次來到這個上梅林 它的感覺是比較像一個住宅區 大家看看 但想不到它是隱藏了這麼多美食 看來應該就是從這裡進去 不知道我有沒有去錯地方 可憐 我來到這個新一味朝散場 才發現它好像沒有開 我這個完美早餐這麼誇張 腸粉要稍後再吃 因為它5時才會再開門 不要緊 我們出發去下一間 就是叫做老洲寄箱皮賴 這條路其實就是梅村路 我們是比較接近梅村站 應該是這個位置進去 我來遠遠已經看到那個奶子 它不是到中場休息吧 我現在心驚 應該要簽了這間 我以為它不是休息 成功抵達這個老洲寄順德雙皮賴 這樣我已經吃完了 雙皮賴出來了 由於店舖是不能拍片的 所以我就錄了幾張照 餐單上面其實有很多款式 除了雙皮賴之外 還有西米之類的選擇 然後我就選擇了紅豆櫻嘴豆這個雙皮賴款式 我覺得它的尺寸不算很大 它是好像走路平時不凡那種碗的尺寸 幸好的是它料超多 比較少聽到人會用櫻嘴豆來做一個甜品的配料 我自己吃下去就覺得 原來都出乎意料地是夾的 因為櫻嘴豆是很軟的 它煮得 然後紅豆是偏甜的 它們兩個夾在一起就剛剛紅了 加上它的奶香是很夠的 真的很香 吃下去口感也是非常滑嫩 所以我自己是挺欣賞的 我們現在就出發去第三間店 就是桃家醬香餅 我剛剛檢查了那個開店時間 它是4點開始營業的 為什麼 我明明做了功課 但想不到都網門訂了 因為這麼巧 唉 有點可惜 因為我本身也挺想試一試它這個醬香餅 我看到網友分享是超棒的 重點是它只需要3-4元就有一份 唉 很想試 他說加辣會更加棒 下次再來雙門臨吃 我原本就是去完那個醬香餅店 就去那個長粉店 因為其實它順著下就是了 但是我現在醬香餅店沒有開 我的時間還有很多 現在只是4點半 它要到5點才開門 那我就決定要去附近的一間咖啡廳坐一坐 幸好這間咖啡還是營業中 算是為我帶來一遍的 我想暗淡又來了一個好地方 因為我覺得這間咖啡是很有個性的 它的裝修是工業風得來 又加了很多木材料 感覺就是有種頹廢得來 又有一點溫馨的感覺 而且它的菜單也很特別 你看上面可以選畫梅美式 末里美式 桂花美式 而我這次就點了一杯檸檬美式 有一點特別的位置就是店主還會送你 香蕉脆片給你的 不知道是不是它自己做的 還是那些麗食包呢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喝這個檸檬美式 想不到裡面原來有這麼多片檸檬 OK 完全沖洗了 本來是美國的那種苦結味 是一個難以形容的味道 忙了那麼久 終於可以找一間咖啡廳坐下 喝咖啡 按下手機 放鬆一下 真的一大享受 原來老闆在這裡已經開了四年 整間店都是老闆自己設計的 我最欣賞就是他門口的木柱 原來是一個陰箱 而且是他自己裝陷進去 超厲害 聽老闆說 他應該大概三月底就會搬 所以如果大家想來這裡看一看 或者坐一坐過 記得要把握時間 我又疑惑自己走錯路之際 就發現他又開班了 耶 我幾天來到5點 他還是三月 像剛才那個醬香餅一樣 冬著遊戲 他終於開班了 雖然他的舖面不是很大 但是盛在這個環境 是乾淨的 老闆男和老闆都會聽廣東話 同時會說廣東話 所以大家如果來到這間館 可以直接說廣東話 就比較方便一點 嘩 來了來了 一來到已經聞到超香的蒜味 超期待 我沒想過是這麼大豆 大家留意一下 這麼大豆 原來底下還有點菜 那個醬油 我原本看到顏色那麼深 會怕它會很鹹 但是吃下去也不會 而且那個腸粉皮也挺滑的 但是好吃 真的好吃 加上蒜味很棒 這些蝦還不是蝦米的尺寸 大家留意一下 好像蒜蓉蝦那種的感覺 而且是超大豆 然後蠔也不是蠔豉的尺寸 你看 Oh my god 我自己會喜歡吃蝦多於蠔 蠔也感覺到是多汁鮮的 但是我覺得有少少少少少的苦味 吃下去了 確認一下 我也是喜歡吃蝦多一點 香港找不到這款的腸粉 這種蛋腸粉 我很喜歡吃蝦粉 全部都是了超速 如果它可以出一個mini size就好了 終於吃完了 對於自己接下來可能還要吃到三四間店 是失去了這個醇粉 剛剛看到蝦多在吃蝦多餅 真的打算去吃那間 聞聞聞它的味道 請你這個 是綠豆餅嗎 對 好吃嗎 可以 我可以炒嗎 謝謝 我可以拍一下嗎 謝謝你 謝謝你 我是一個無筆的朋友 他就先去了香港玩 然後他就特意來這個商會林吃東西 就像我一樣 就是軟筋馳名地買了這個綠豆餅 這個甜不錯 很香 它的肌肉真的超薄 大家看到嗎 而且不會很甜 不知道冰著吃會是怎樣 我決定可以買一盒買回去 結果我完成了一個心願 就不用特意去那間店吃 因為我就在想 站在那裡吃好像怪怪的 我喜歡拿著一盒 沒有手 謝謝你 給我唱一個 那我做出賣了 這個餅真的OK 就是連我不是很喜歡吃綠豆餅的人 都覺得是可以做的 好 那我們吃完這個腸粉 告別了菲菲之後 我們就出發去下一個目的地 就是醬醬麵包店 它超出名的蒜香奶油包 不知道會不會搶到呢 因為它是每天限量300個發售的 那大家就跟著我走吧 前面就發現了這間不錯的咖啡店 好像也有見過人分享的 就叫做普韻咖啡加油站 到達了 這裡就是醬醬麵包店 但我想問一下是不是已經關門了 我剛才太悠閒了 原來它6點鐘就沙悶了 原來它6點鐘就沙悶了 我還要把所有時間給大家 方便大家可以過來的時候 就不要像我這樣摸門 過回來其實一條直路 就來到我們下一個目的地 就是那個純綠酒餅 幸好就是這間 嘿嘿 我也要排隊了 它在賺25元一盒 就3元一個 應該是可以逐個買的 可以選鹹或者甜的 我就選了一半一半 謝謝 剛剛買完綠酒餅 那裡長期都有人排隊 我現在就出發去另一間麵包店 那間麵包店就叫做 美國記憶工作坊 好像是 對 它就是出名的 護泥的古早味蛋糕 喔 這樣的休息 我會不會太不幸運 現在會這樣的 我現在只好走過去 去冰村大宿那裡 雖然肚子還是很飽 但是我一定要努力 至少要完成 目標8街任的其中5間 到達冰村大宿了 他邀請我上2樓 給大家看一下菜單 它的環境也比較逼夾一點 和旁邊也會比較近一點 我就點了一個花膠瑤柱 好像很多瑤柱 是我平時吃的那種粥 不是很小粒的米 看到人家推介了 會加多一粒鹹蛋黃 但因為我今天 都吃得比較細一點 我覺得加了鹹蛋黃 可能令到我會覺得很膩 所以我就沒有加到 我先試一下這個粥仔 這個粥真的非常新鮮滾液辣 所以大家也要小心燙到 吹多幾下才好吃 花架是切了先 所以不會覺得很腥 但是瑤柱也挺多 所以感覺是很鮮 很甜的 它的粥底真的不錯 我發現真的覺得群住的粥 是不太能出名的 很大的花膠 果然這間粥店很受歡迎 因為我現在坐下吃粥的時候 2樓已經坐滿了 它1樓應該已經敷了 所以大家也想吃到2樓 我覺得它的粥 因為它的米粒比較大 就不像平時這樣 那麼綿 有一點後裏沒有加鹹蛋 因為它現在不加鹹蛋 已經這麼好吃 加了之後它真的挺好吃 現在還剩下多少呢 給大家看 還剩下一半左右 我今天吃了太多餐 真的要愛買手了 但由於甜品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我都點了一碗綠豆沙 綠豆沙和我想像中完全不同 你看到嗎 好像一個薯蓉的狀態 我第一次看到我這樣的綠豆沙 它很像是我喜歡吃那個 綠豆雪茄的水飯 不會很甜 我原本還以為它這樣 好像薯蓉的狀態 會很飽 但是入口是順著下去 我一定要再買一碗回去 出來的時候我發現 還是有很多人在排隊 好滿了 竹是真的很好吃的 然後就是很推介它那個綠豆沙 即是經驗到我 沒有想過這碗綠豆沙 開頭看起來好像怪怪的 融的 但入口是這麼好吃的 所以如果大家來到雙門林 我會推介大家像我這樣 最後一頓就是吃這個冰川大叔 很棒 我會為了這個綠豆沙再搭回來了 至於今天的挑戰 我覺得大致上可以說是合格的 我原本是挑戰八間的餐廳 但是有兩間它就休息了 有一間就是因為我的過室 而錯過了營業的時間 但是我自己也發覺了 另一間很不錯的cafe 所以將功補過 我也吃了六間店 所以我會給自己一個合格 我現在會開一個系列 就是拍這個地鐵站周圍的美食 如果大家有一個特別想看的地鐵站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今天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一起回香港吧 根本是拍照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哈哈哈 我們下集再見